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Bebe 今天做生瓜木耳炒五花肉 一個簡單又好吃的家常菜 五花肉是在上次做簡易版的紅燒肉留起的 如果有興趣想看上次的影片 我會放在右上角和資訊欄中 我們現在立即開始吧 黑木耳要大概半碗 用水沖洗兩次 再用水浸一個小時 浸開浸軟就可以了 其他的材料除了有五花肉 木耳還有生瓜一條 紅蘿蔔幾片 蒜頭三反切碎 紅蔥頭兩個切碎 豆豉一湯匙薑幾片 橫木耳浸好之後 倒入水 再沖洗一下 然後拿乾備用 剩刀切去頭尾 然後刨皮 不用刨皮 都可以 主要是刨走尖出來的角位就可以了 滾刀切成瓜 切好之後備用 五花肉已經出過水 將它切片 開火落五花肉 不用下油 用中火煎它 很快就會煎出油 兩邊都煎了 兩邊都煎了 然後下紅蔥頭 姜片 豆豉 炒香它們 下紅蘿蔔和蒜頭 翻炒 下木耳 轉大火 炒三十秒左右 加入五分一杯的清水 轉小火 蓋蓋煮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 防成瓜 放半湯匙的蠔油 炒均勻 蓋蓋蓋二十秒左右 稍為煮軟一點聖瓜 然後再翻炒 炒乾水分 試一下味 我給了大概六分一茶匙的鹽 來調味 再炒多兩炒 這個聖瓜木耳炒五花肉 就做好了 鮮煎香五花肉來炒菜 特別香 希望你們都會喜歡 今天的分享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出 一些簡單的家常菜 沒想到想煮什麼好 吃什麼好 可以隨時上來看看 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可以的話 請幫忙分享我們的頻道出去 多謝你們的支持和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